今天要為所有的師兄姐 來介紹一道很棒的美食 它叫做遇見幸福 這個名稱不錯 遇見幸福 大家能夠幸福圓滿 那首先我們來認識一下 今天的材料是什麼 來 首先是我們的青花菜 花椰菜 青花菜 還有香菇 然後有我們的配色的生菜 然後今天的主角 芋頭 芋頭 然後我們有這一個 杏鮑菇 紅椒 還有中間這一個 一顆一個是我們很健康的栗子 辣椎 那接下來介紹我們的調味料 這邊是我們非常健康的菇粉 然後有我們的橄欖油 香油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薑絲 薑絲 這個是香香鹽的芹菜 還有我們要做紅燒的醬油膏 這些食材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慢慢熟悉它 接下來我們要請到一位對蔬食料理 也非常有研究的我們洪師兄 為我們做這道菜的示範及做法 美食達人洪泉成師兄 食餘碎及加入推廣素食行列 現任著名素食餐廳廚師 儲物經歷近十年 各位菩薩 大家 阿彌陀佛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菜是愚見幸福 愚見幸福 應該是 我說愚見幸福 我這樣做就對了 來 我們請我們的洪師兄 洪廚師來為我們做示範 來 現在就是將索貝的食材 開始切起來備用 這是杏鮑菇 這個叫 刀法 這個叫什麼 滾刀 叫滾刀 那裡 廚房專業叫做滾刀 就是稍微慢慢滾 慢慢切 那我們知道這個杏鮑菇 我們其實很好買得到 而且杏鮑菇 好像講我們吃素的 對它最喜愛 因為它怎麼做都好吃 你要煎的啦 要去滷啦 要去炒啦 煮湯都非常棒 好 滾到之後呢 再來是 紅椒 紅椒 好 紅椒 加 如果 紅椒不喜歡吃的 我要 紅蘿蔔也可以 紅蘿蔔也可以 欸 牛番茄可以嗎 牛番茄 也可以 也可以啦 就是顏色搭配 好像 這個料理就是色香味啦 行器都要考慮到 每一個的搭配 看起來就是 很好吃的樣子 對啊 對啊 我們這個 阿誠廚師啦 其實在做料理 也十幾年的時間 一直在素食的推廣做努力 切好的時候呢 就是切起來備用 農滾刀啦 是香菇 香菇 我們切大概三顆就可以了 也是大概切成大塊的 切大塊 好 香菇 這個菇呢 大概遇到水的料理會比較實 所以再大塊一點點沒關係 好 你再三顆切不 蝦仔 芋頭 芋頭 芋頭要怎麼切比較好呢 來 我們看看 切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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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蝦仔一般當然有幾個做法 不曉得對不對 就是 有的是 如果炸過後會比較香 炸 我們來看起來這個 遇見幸福 好 差不多了 先放在旁邊就好了 好 這個看起來很澎湃啦 我們這樣 連結啦 再煮一些 全家大小都喜歡吃的 當然 香菇或鮮貓其實可以改變 比如說 修真菇 或者是珊瑚菇 其實都沒有關係 或是你要弄猴頭菇也可以啦 好 那我們請那個 洪師兄幫我們做示範 那接下來要 像青蛙菜要先 喔 汆燙一下 等一下要 汆燙一下 對 放高湯 汆燙 好 旁邊水滾了 大概 汆燙可以加一點點 橄欖油 橄欖油 上面是亮一下下 對 那個亮度就會出來 好 好 起火了 這個這樣 現在要爆香 嗯 爆香 少許的橄欖油 那麼少嗎 我們這個橄欖油 我們這個橄欖油 說好的 所以不用擔心 因為它Omega 3跟9還蠻多的 不過他們 芹菜 他們這個廚房 都是健康廚房 所以有的都弄得很少 薑絲 這個東西不用滾太久 然後下一些高湯 有這個沒關係 可以嗎 好 好 這個高湯 所以我們 你看我們 我們在 這做示範過程當中 盡量就不要讓它起得太多油煙 因為我覺得廚房 不一定要像早期 一定要放到整間 鹽噴噴 萬一 小時候媽媽在煮菜 好 如果廚房 煮了 整間都 而且以前早期的油沒有那麼講究 然後整間會噴噴噴 現在大家慢慢調整 所以它都弄比較健康的做法 好 剛剛加了什麼 還沒講 這是 素蠔油 就是 還有一些高鮮 高 對對對 我們的那個 骨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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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先把那個 切好的食材 食材 下鍋燜 下鍋燜一下 OK 好 剛剛這個炸 因為今天沒時間炸 我們說已經代替好炸過的 這個 芋子 在旁邊 所以剛剛的調很簡單 我們加了一點菇反 加一點點的 素蠔油 如果沒有說 其實我覺得純度量的醬油 醬油膏也不錯 醬油膏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覺得 能夠更天然的那種 純度量的醬油 醬油膏其實對我們 因為它本來就會回甘 有那個甜度 所以我們在家裡 就使用它好的元素 它就會健康了 那麼好了嗎 好了 先倒起來備用 來幫忙 可以裂掉 放旁邊 放旁邊 OK 還有一個6G重是要放的 比較慢的嗎 對 那 洪師兄 像這樣來講 有點像 人家說紅燒的味道 有一點點紅燒的那種 用醬油膏下去燒起來的 紅燒的好像有的會加一點點糖 糖 那我們當然建議糖也不用加太多 因為糖本身 它的 比較酸 所以我們常講說這個食物 對 要鹽的時候 像 都盡量能夠用天然的食材 那 酸的東西就少用 比如說糖比較酸的 不好的油 或是 化學添加都比較酸 但是因為我們吃素很好耶 吃素你看喔 那個 吃素 對 因為身體健康都蠻有幫助的 蠻有幫助的 而且我們 所有的蔬菜水果 你知道這什麼呢 都是鹼性的 那一些肉啊 一些海鮮 各位師兄姐 非常非常的酸 那酸對我們人體一般 免疫系統都會影響到 所以人家有調查過 就是那個 癌症病患 有沒有那個隆董的 一個邱醫師 他調查 600個癌症病患裡面 你看那個酸鹼值 差多少 他都85%的人都是酸性體 那酸性體質後來 科醫學證明他 大部分都是 肉類的吃太多 或者是酸性的食物 包括糖 這些不好的添加物 吃太多的生意 燒多久 跟我講話 大約燒 快收汁的時候 就可以勾薄芡 喔 收汁要勾個薄芡 好 我們這邊有 我來幫忙當小助手 那酸鹽你做瘦鹽做多久啊 大約10幾年 我們會少年 做到現在 好 你吃好啊 做瘦鹽我覺得都做好薄 要勾芡嗎 差不多 我看其實他本身 蚵仔 會濕 他本來就有一些澱粉類 我們現在一點點就好了 一些些就可以了 別太多 我覺得可以了 其實不加也可以了 好 好 起來這個是一點點的香油 有聞到一點點香氣了 好 所以做菜你看我們這樣量量他就做好了 這樣好簡單喔 做菜喔 輕鬆做快樂做 然後我們這個要加起來 好 不曉得我們所有的師兄姐在家裡做菜 會不會覺得很麻煩 或是覺得 沒事齁 如果是要做壽菜 不知道要怎麼做 其實會不會 你看他們的經驗 很簡單的操作手法 很簡單的這些調味 很簡單的流程 其實我們講一講一道菜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大家一起來推廣素食 像他們一樣 每天都做好素食給人家吃啊 這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 十幾呢 結了很多好圓 好 借我 這樣很簡單喔 看得到 今天 這一道非常簡單的 這一個料理 就 遇見幸福啦 希望大家都能夠幸福 圓滿 然後都能夠 服惠商修 都能夠 有更好的好音樂 那 也謝謝我們所有的菩薩 但一定要回家 在家裡一定要做做看 做了就會 再次謝謝大家 遇見幸福 食材有 青花菜 香菇 生菜 芋頭 杏鮑菇 紅椒 栗子 調味料有 香菇粉 橄欖油 香油 薑絲 芹菜 醬油膏 做法 一 先將杏鮑菇 紅椒 香菇 及芋頭分別切塊備用 二 將芋頭 回炸過 三 將青花菜 汆燙備用 四 將芹菜 在薑絲爆香後 加入少許高湯 一匙醬油膏 及鮮菇粉 五 放入切好的杏鮑菇 紅椒 香菇 及芋頭 入鍋中攪拌 大火燜熱 最後再加入栗子 六 收汁時勾薄芡 滴少許香油 起鍋擺盤 即完成 鮑菇 接下來呢 又要為所有的好朋友 來介紹另一道的好料理 它叫做 牛磅雙耳湯 那首先呢 我來介紹一下 今天的幾個材料 當然牛磅還剩五倍啦 這個是很有鐵質的牛磅 旁邊的是薑 薑是在我們樹枝很重要的料理 那這個是回鍊刀 還有我們的 這個看一下這個 有細細的 有點尾黃的 這個是 蔗苗 我們叫甘蔗 順或甘蔗 那這邊是 也是另外今天的主角 一個是黑木兒 一個是白木兒 那當然配色的紅蘿蔔 這幾道 我們的主材料 那調味料呢 有哪一些呢 有我們健康的菇粉 還有我們的 這個胡椒粉 那這邊是 在煮好的時候 上面灑一下的 這個 安的菌材 然後還有 我們的 酒蒸酒色的鹽巴 跟我們的 趕男友 就是這些食材 我們 把它這個 帶 入到我們菜裡面 很棒的一道湯喔 緊急著呢 我們還是要請到 對這個素食 這十幾年來非常有用心研究的 我們的洪師兄 為我們來介紹這一道 這個美食 阿彌陀佛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另一道菜是 牛磅雙耳湯 牛磅雙耳湯 然後我們請這個 阿誠廚師 來為我們做示範一下 來 首先我們先切薑 薑片 薑片 我看你那個薑片好像有去皮吧 這家的湯也可以啦 如果它其實沒有去皮也沒有關係 只是可能他們在餐廳為了這個美感 不要那個皮啊 所以它就把那個皮稍微去掉 那這樣當然是很好的東西 這個可以讓我們手腳冰冷的 這個可以有幫忙 放進去 接下來是牛磅 肉磅 切片 好 切片 我們切大概薄片就好了 應該比較鮮硬的牛磅 當然在買的時候 這個肉磅 其實它的品質有差喔 你那個纖維紙 你沒看到那個切的那個 切圍紙它就比較不會那麼硬 你如果買就老了 有時候像在薄草這樣喔 所以這個當然選擇的時候 要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 這個是 還清脆的不錯 好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一條就夠了啦 是 那接下來還要切什麼呢 那個 雙耳 紅蘿蔔 好 紅蘿蔔 就配色的 配色的 對 那今天要切什麼形狀 切片 切片 好 切片 片對片的 一般 比如說 紅蘿蔔切片 就把它切片 如果 紅蘿蔔切滾刀 黃蘿蔔切滾刀 今天都切片的 那紅色的搭配 其實我很喜歡用小 那個紅蘿蔔 紅蘿蔔 紅蘿蔔也不錯 因為紅蘿蔔切切紅樹很棒 紅蘿蔔也很好 但是在 比如說配色的顏色當中 不要每次多動紅蘿蔔 你可以偶爾搭配紅椒 或是紅蘿蔔 不同的啦 這就是可以多變化的東西 好 紅蘿蔔 對 也可以 接下來是白木耳 這是我們講的 今天的另一個主角 是說雙鵝 確定 對白木耳 這個都會泡過 白木耳要乾的來泡 它會很大 黃白木耳 它中間有這個 這個比較硬的地 我們就把它切到旁邊 這個不要入菜 接著跟所有的師兄姐分享 這隻白木耳多好 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次 那個醫學我們在看 這個到底白木耳跟那個 我們講那個燕窩 其實 後來發現那個白木耳的很多的成分 跟燕窩差不多 那白木耳又 第一個 增值生結養生 然後它 又不是那麼貴 那因為有時候 不一定是 等一下 我又說了 沒關係 它做菜都很快就做了 應該那個是 木耳下去 木耳下去 再下正面 這正面 正面就是 這個買 你到那個中間 一般南北貨就有在賣 那個正面 正面 最後再放 最後再放這邊 好 那很簡單讓它滾 那剛剛講說那個 其實白木耳 我覺得它就想叫做 可以代替燕窩的一個膠質 膠質 膠質 還有你那個 膠原蛋白都很高的東西 OK 接下來要下一些 調味料 好 這個是 聽說我們餐廳用得很好的 酒針 酒釋的鹽巴 這個聽說做法非常高 要做一個鹽巴 要弄那個 大火炒大概 四五個小時 很高 少許的鮮菇粉 就是我們的 純天然的那個膚粉 那我的習慣可以加一點點的橄欖油 可以嗎 可以 橄欖油 好的油不錯 你比較認為 其實我們很多的 有時候 認知上 比如說這種油就不好 其實不見得 其實我們人體 還是需要一些好的油 像 可果類的那些油 Omega-3跟9 包括 那個橄欖油這些 那些橄欖油裡面的 它的那個 單元不薄的指紋 比較多 所以它其實對人體的 這種 所謂的一個健康是有幫忙 尤其是在 好的油脂是可以分解 那個 不好的檔固醇 這樣餐多久就可以了嗎 大約要 15至20分鐘 15至20分鐘 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滾 燜一下 當然有鍋蓋 燜一下 比較不會讓回瓦斯 讓牛 然後跟這些 這個 雙耳 還有正耳的整個 融在這個九層九層的鹽湯裡面 這是非常好的 好 差不多了 好了 我們再加這個 我們的 最後 把我們的 花蓮豆 花蓮豆 給它四十四 當然是吧 那剛剛的 鹹鹹 當然就是每一個家庭 當然我們還是建議說 比較清淡的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人的身體還需要 能夠吃得清淡 吃出食物的原味是最好 所以這四十年都沒有做過婚的 就是選做素的 那還不錯 這個結得好都善緣 對 這廚房工作還蠻辛苦的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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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不太辛苦 對不對 要有興趣 有興趣 要推廣素食 又是一個很棒的善業 讓很多的這個吃婚的好朋友吃到素食 這瘦的讚 他就不愛吃車 這個很棒的 好 好差不多了 來來來我們準備一下 我們的這個 今天的容器 這個是 那起鍋前呢 加一點點的 芹菜 芹菜 好 胡椒粉 胡椒粉 如果喜歡辣一點點 多一點點沒關係 各位師兄姐有沒有覺得 做菜很簡單 你看我們講一講菜就好了 那就是我覺得 它的先後順序很重要 你不要那個火煉刀 煉麵煉就把它放了 這不行 這應該都是後面的綠色 然後讓它吃到脆度 好 這個一起鍋 小心 他們就這樣拿 那我們在家裡可以弄掃瓢 慢慢搖 你可以聞到這個 淡淡的牛胖的香氣 加上這秒 這個很棒的 這個稍微借我 稍微給它弄一下 哇 你看這個湯 我們在家裡 這個 非常豐富而且很健康 那今天也是非常謝謝 我們這個洪師兄 帶來這兩道的這個美味 那也希望我們電視機所有的 好朋友 我們所有師兄姐 應該把它學起來 一下就會學會 好好的把這個素食 推廣 在家裡讓每一個 全家大小 都這樣 吃素食吃很健康 很高興 牛蒡雙耳湯 牛蒡雙耳湯 食材有 牛蒡 薑 豆莢 蔗苗 黑木耳 白木耳 紅蘿蔔 調味料有 鮮菇粉 胡椒粉 芹菜 鹽 橄欖油 做法 一 準備一鍋水 先把薑去皮 與牛蒡 紅蘿蔔分別切片 並放入鍋中煮 二 將泡鍋汁白木耳 黑木耳分別去地切斷 並放入鍋中 再加入遮苗 三 放入二至三匙鹽 二匙的鮮菇粉和一匙橄欖油 四 燜至十至十五分鐘 待水滾時加入甜豆莢煮熟 撒上少許芹菜末及胡椒粉提味 即可起鍋盛碗後使用 快度 炭火 鮮菇 水滾 只需 畢端 水滾 水滾 空 水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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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持正好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应经协会 生命电视台转换频道咯 我们可以继续在中华电信MOD703台 继续收看生命电视台 Yeah Zither Harp 让生活自卑 让心更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一起直诉念佛 放声点灯执着 接下来请收看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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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最伟大的修行 佛教就怕一个人 没有悲心 也就是说对外在的环境 没有感动 也甚至呢 舍弃了外在的环境 一个妈妈最关心的是 她的儿女 小baby 一个孝顺的儿子 最关心了父母的健康 她时时刻刻牵动我们的心 那菩萨 就是按照佛陀的 这种思想去修行 而达到了这种状态 外在的所有的苦难 一直在牵动她的心 为了如此 所以菩萨要累积各种的 福德智慧 叫波罗蜜 来利益众生 就像你看到路边有一个真正的可怜的乞丐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帮助她 你会觉得内心很难过 就像阿底侠尊者 要去礼拜五台山 却在路边看到一个 饿得要死的修道人 虽然他也要去拜拜 但是他已经饿又病 那时候又是冬天了 所以 很多人看到了就 虽然生起同行心 但是他也没办法走过去了 如果是我们也是 然后就跑了 虽然有个悲心 但是 悲心人人有 但是如何 按照佛所讲的空性 不舍众生去实践 但是阿底侠尊者看了以后 除了生起大悲心 掉了眼泪 但是如何去帮助他呢 我的身体还健康 他的身体快死了 虽然阿底侠身上 也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他可以做的什么 割他的肉给他吃 他可以做这个 这个就是叫 肚母的眼泪产生的能力 也因为阿底侠这样 真实的割肉给对方 发起这个心的时候 就感应了 观音菩萨的降临 观音菩萨的力量 永远都在 但是如果我们心 乃至相应的行为 跟观音菩萨相应